ok 像这张图 你看在这个昆卦方 那想要配文是这个 是妈妈吗 妈妈级人物吗 那么现在要加强昆卦对不对 好来 ok 现在讲到那个灯 把它图放出来 ok 像这张图 你看在这个昆卦方 那想要配文是这个 是妈妈吗 妈妈级人物吗 那么现在要加强昆卦对不对 那么呢 山火可以升幅 可以升幅这个卦 你这里放一盏灯 这站立式的灯 其实也可以当火来看的 也可以的 当然如果说你能够有三盏的话 那当然更好了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一盏灯也可以形成 这个一样的这种所谓的 这个火像 重点 你这盏灯比较 我这样子看比较偏白 可能是奶色或什么 i don't know 但是我这里 在我这边看的screen看是比较偏白 电视机看比较偏黄 所以想必这个应该是比较偏白的灯 对不对 你的这个灯 那尽管是一盏 尽管是一盏 还是可以用的 还是可以用 那么 你可以 你可以把这一盏呢 摆在 比如说 像这样的格局形 可以 一盏灯配合三朵玫瑰 那 三朵红花 那这三朵红花 你不用特地摆在灯下面了 明白吗 如果说 你的那个地方 整个都是昆卦的话 你把这花摆在角头也可以 ok 也行 角落头 就是另外一端或者中间也可以 ok 那么都都都可以这样子在做 所以你你不用特地去摆那个 那么你的那个灯 我还是建议说那个里面的light bulb ok 把它换成那个比较偏黄色 偏黄色 ok 偏黄色 等等 那偏黄是红 所以那个偏黄色会比较好一点 ok 那么它会变似火呢 不会了 不会 一物一物看 ok 你不要把它全部拿起 因为它们是不同性质的物品 一个是一盏灯 另外另外一个是那个叫做那个叫做 红花对 所以它他们是补一样的东西 ok 好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